文佛音见佛法 小编在这里可以很负责地告诉大家 佛是真实存在的 但想要见佛必须满足一些前置条件 首先我们要先明白见佛的四种方式 面见、定见、梦见、引见 面见即释迦牟尼佛注释的时候 弟子和他经常见面 这就是面见 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也是面见 定见即一些禅定水平 很高的祖师在入定状态下能见到佛 净土宗祖师慧远大师 修的是念佛三昧 在定中三次见到阿弥陀佛 这就是定见 梦见即在睡梦中见到佛 我们凡夫如果有缘见佛 梦见的居多 引见 这是一些高僧根据修行体会发明的词汇 面见、定见、梦见非常容易理解 那么什么是引见呢 佛能见到我们 我们见不到佛 但能感觉到佛的存在 比如精进修行的敬业行人 能与阿弥陀佛发生感通 得佛力加持 生活上由逆转顺 修行上由偏转正 虽见不到佛 但能感觉到佛在关注自己 这就是引见 不过佛不是想见就能见的 见佛是需要福德因缘的 面见的福德因缘要求最高 引见的福德因缘要求最低 虽然引见的福德因缘要求最低 但也需要非常精进的修行才能实现 那么见佛需要什么样的福德因缘呢 这要从佛书无量清净平等绝经说起 经中有这么一段描述 当断爱欲无所贪慕 慈心精进不当称怒 斋戒清净 如是清净者 当依心念欲生无量清净佛国 昼夜时日不断绝者 寿终则往生无量清净佛国 可负尊级智慧勇猛 佛言 其人做事以后 若腹中做悔心 亦用狐疑 不信做善后事当得祈福 不信往生无量清净佛国 其人虽耳蓄得助生 其人受命并欲忠实 无量清净佛 则令其人于卧睡梦中 见无量清净佛国土 其人心中欢喜 亦自念言 我悔不知亦作善 今当生无量清净佛国 其人担心念事 口不能复言 则自悔过 悔过者过差减少 悔者无所负及 其人命中 则生无量清净佛国 不能得前智 便道见二千里七宝城 心中独欢喜 便指其中 富于七宝水池莲花中化生 则自然长大 其城亦附如前城法 比第二刀立天上自然之物 其人亦附于城中五百岁 五百岁净乃得出 我们来简单解读一下 断爱欲无所贪慕 及不起淫心 此心精进不当称怒 即不起称心 斋戒清净 即起清净心 当一心念欲生 无量清净佛国 即一心发愿 往生极乐世界 昼夜十日不断绝者 即十日十夜不睡觉 地进行修行 灵命中时 这个人往生到极乐世界 其人做事以后 若负中作悔心 易用狐疑 不信做善后事 当得其福 不信往生无量清净佛国 其人虽耳蓄得往生 即这个人修行了十日十夜结束后 如果又心生怀疑 不信因果 不信能往生极乐世界 他还是能继续往生的 如何继续往生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其人受命并欲忠实 无量清净佛 则令其人于卧睡梦中 见无量清净佛国土 其人心中欢喜 易自念言 我悔不知易做善 今当生无量清净佛国 其人担心念事 口不能复言 则自悔过 悔过者过差减少 悔者无所负疾 其人命中 则生无量清净佛国 即这个人临命中时 阿弥陀佛令他在梦中 见到了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 这个人悔过 忏悔此前对往生的怀疑 这样他就接续上 曾经十天认真修行时的信愿 最终他往生到了极乐世界的遗城 五百年不能出城 这个接续往生的人 梦中见到了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 他曾经中了哪些功德呢 第一 断爱欲无所贪慕 即不起银心 请问我们现在谁能十天不起一丝银心 你刷抖音看到大长腿 只要心生一丝欢喜 银心就已起 第二 慈心精进不当称怒 即不起称心 请问我们现在谁能十天不起一丝称心 辅导孩子作业 他八加六等于十五 你没有发火 只是一丝韵色 称心就已起 第三 斋戒清净 即起清净心 请问我们谁能十天持好八观斋戒 过午不时 不坐高广大床 第四 当一心念玉 生无量清净佛国 即一心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请问我们谁能十天什么都不想 一门心思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第五 昼夜十日不断绝者 即时日十夜不睡觉的进行修行 请问我们谁能十日十夜不睡觉进行上面的修行 做到了上面这五点 这个人往生的念退转后 阿弥陀佛才会出现在他的梦里 让他见到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 接续上往生的信愿 梦见佛的要求尚且如此 那定见佛和面见佛的要求就更高了 有见佛的因缘 那么自然也有不见佛的因缘 大智度论中曾这么说道 问曰 若有十方无量诸佛及诸菩萨 今此众生多多三恶道中 何以不来 打曰 众生最重故 诸佛菩萨虽来 不见 又法身佛常放光明 常说法 而以罪故不见不闻 譬如日出 盲者不见 雷霆阵地 龙者不闻 如是法身常放光明 常说法 众生有无量节 最够厚重 不见不闻 如明镜 静水照面 则见 够亦不静 则无所见 如是众生 心清静 则见佛 若心不静 则不见佛 今虽时有十方佛 及诸菩萨来度众生 而不得见 父最十方佛 不来者 以众生最够深重 不中见佛功德 事故不来 赴次佛之一切众生 善根熟 结屎薄 然后来度 上面论中说出了 不见佛的三个原因 一 众生最够厚重不见佛 众生恶业厚重 诸佛即使来了 众生也看不见 就如日出 盲者不见 就如雷鸣 龙者不闻 众生烦恼厚重 诸佛即使来了 众生也看不见 如水净则人面现 水浊则人面不现 五浊恶事 众生心不静 守厚重三毒烦恼遮蔽 不能见佛 二 众生未重见佛功德 不见佛 见佛是一个果 要产生这个果 就要重对应的因 没有重这个因 却想要这个果 那是不可能的 没重瓜想得瓜 没重豆想得豆 不服因果法则 我们见不到阿弥陀佛 这说明 我们没重见佛的功德 但是我们 见到了净土法门 这说明 我们重了 见净土法门的功德 我们谈论净土法门 天天司空见惯 这是我们 重了 见净土法门的功德 有些人一辈子 也不知有净土法门 这桩事情 而且这样的人很多 因为他们没有 重见净土法门的功德 如同极乐世界的人 天天见佛 司空见惯 因为极乐世界的人 重了见佛的功德 我们缩婆世界的人 与佛见一次面 都是一种奢求 因为我们没有 重见佛的功德 三 因缘不成熟 不见佛 佛知道一切众生 善根何时成熟 烦恼何时最轻 在机缘成熟的时候 佛会现身前来度化 众生善根不成熟 佛从极乐世界 跑到缩婆世界 起不到任何作用 百百浪费油钱 举个例子 一个四十多岁成功男士 身体健康 年薪百万 老婆夫白貌美 儿子九八五再读 事业家庭美满幸福 阿弥陀佛突然出现说 我来接你去极乐世界去 想必这个人得吓一跳 想想自己这一走 老婆房子车子都是别人的了 百分之百不走 佛知道与她见面 没有任何作用 故佛不来 故不见佛 综合来看 我们最够厚重 佛来我们看不见 我们最够即使不厚重 没修见佛功德 不见佛 即使我们最够不厚重 也修了见佛功德 得度机缘不成熟 也不见佛 综上所述 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问题 如何见佛 种见佛的功德 如何种见佛的功德呢 念佛 大师智菩萨念佛原通章中曾说到 若众生心 亦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即念佛是见佛的正音 见佛是念佛的结果 这个结果可能是现在见佛 也可能是未来见佛 修行人如果想见阿弥陀佛 就要念阿弥陀佛 不停地念 大量地念 把嘴皮子磨薄 磨破地念 就一定能见到阿弥陀佛 远至灵命中时见到佛 晋则在某个夜晚的睡梦中见到佛 等往生之后 不仅可以面见阿弥陀佛 还可以面见无量诸佛 对于信愿持名的人来说 他是一定能往生的 对于一定能往生的人来说 现在见阿弥陀佛和灵命中见阿弥陀佛 又有多大区别呢 之所以想现在见阿弥陀佛 还是因为他对阿弥陀佛 对极乐世界 对皆隐愿存有怀疑 想通过见佛 确认自己所幸是真的 我们凡夫 特别是娑婆世界 武浊恶世的末法凡夫 最够极其厚重 对净土法门 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 其隐愿 一定是存疑的 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 每一念都有疑在里面 这对我们来说 是极其正常的现象 我们不要怕 也不要管 每一念有多少疑在里面 我们只管大计量地念佛就好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